葫芦八子的功效有哪些呢? 如何自制葫芦八茶呢? 葫芦八子的功效与葫芦芽芽菜两者比较 葫芦八子芽菜的功效与自制葫芦芽茶 葫芦八子,这小小的种子蕴含着丰富的营养价值,在传统医学中被广泛应用 近年来,随着健康意识的抬头,葫芦八子也逐渐受到现代人的关注 而葫芦八芽菜是由新鲜可发芽的葫芦八子种植而成 种植芽菜的方法相当简单 只要买对芽菜种子,在利用家中随处可得的简易厨具当器材 短短7到10天就能收获有机无污染的葫芦八子芽菜 葫芦八子芽菜的功效 一帮助提升母乳产量,葫芦八子芽菜是许多哺乳妈妈的救星 它能有助于刺激蜜乳,提升母乳的产量和品质 二帮助调节血糖 据研究显示,葫芦八子芽菜对稳定血糖有帮助 对糖尿病患者有益 三促进消化 葫芦八子芽菜富含纤维,能促进肠道蠕动,改善消化功能 四抗发炎作用 葫芦八子芽菜具有抗氧化和抗发炎的特性 有助于缓解身体不适 五提升免疫力 葫芦八子芽菜中的营养成分能增强身体的免疫力 帮助抵御疾病 六女性健康 葫芦八子芽菜有助于缓解经痛 更年期不适等 葫芦八子与葫芦八芽菜的功效比对 葫芦八子与葫芦八芽菜都是来自同种植物 但由于生长阶段不同 营养成分与功效也略有差异 一营养更丰富 相较于种子 葫芦八芽菜在发芽过程中会产生更多的维生素 矿物质和酵素 营养价值更高 二口感更佳 葫芦八芽菜口感较味清脆 带有独特的微苦风味 常被用于沙拉 三明治等料理中 三功效类似 葫芦八芽菜同样有助于调节血糖 促进消化 抗发炎等功效 且由于营养更丰富 其效果可能更为显著 四 葫芦八芽与葫芦八芽菜皆具有多种保健功效 五 葫芦八芽菜的营养价值更高 口感更佳 六 选择哪一种主要取决于个人的喜好和需求 自制葫芦八茶 自制葫芦八茶非常简单 您可以依照以下步骤 准备材料 葫芦八芽1-2茶匙 水250毫升 制作过程 1-将葫芦八籽稍加洗净放入茶壶或杯中 2-倒入热水浸泡5-10分钟 3-过滤掉葫芦八籽即可饮用 小提醒 1-味道 葫芦八茶的味道较特殊 有些人会觉得带有苦味或造味 可以加入蜂蜜或柠檬汁来改善口感 2-饮用时间 建议在餐前或餐后饮用 可根据个人喜好调整 3-注意事项 孕妇 孕妇 补乳妇女 糖尿病患者或正在服用药物的人 在饮用葫芦八茶前应咨询医师 其他食用方式 除了泡茶外 葫芦八籽还可以 1-抹粉 将葫芦八籽磨成粉末 加入咖喱 汤品或烘焙食品中 2-烹煮 将葫芦八籽加入蔬菜或豆类中一起烹煮 芽菜自己在家简单种 无药无毒自己来把关 网络搜寻太平洋芽菜种子